之前有網友在便利商店看到茶葉蛋鍋中貼出缺蛋別再問了的字條 当时各大的业者都澄清自家的库存充足 目前没有缺蛋的问题 然而才过不到一个月 缺蛋的风潮似乎是已经烧进了超商 近日包括有店家直接在茶叶蛋的锅中摆出剑达出奇蛋 而平面媒体实测前往信义区 发现有七家的超商门市进行勘查 发现多数的门市真的完全没有提供茶叶蛋 有的门市直接把电锅打开 里头是空无一物 而有的门市因为规模比较大 日常都会有三锅茶叶蛋的盛况 但如今都是一锅不剩 实际学问超商的值班经理 他向记者透露说 缺蛋的影响绝对是有的 现在包括是连冷藏里的蛋食品 进货量都大幅减少 所以更不用说是要拿来煮的茶叶蛋 现在两三天煮一锅 卖完就没了 民众要买的话还真的要碰碰运气 而另一家超商店员则是透露 有的分店下令 直接就是放进键打出起蛋 而真的就是缺蛋了 目前店里是两天煮一锅 一锅三十颗 卖完也就没了